丁羽 哇 好漂亮喔 哈囉大家,我是Rita 過年快到了 以往準備年菜的時候 總是覺得爐子不夠用 很開心今年 橫農行總代理 借了一台全新的美國Oster 油切氣炸烤箱 來當我的小幫手 機身方正,方便清潔 很適合小廚房收納 今天我就用它 來跟大家分享花椒烤全雞 和黑糖桂圓糕 看看能不能幫助媽媽們 在忙碌的過年期間 變化出讓長輩和 孩子都喜歡的料理 花椒烤全雞用到的食材有這些 甘辣椒南北早貨行 買得到 其他的香料中藥行都有 比較特別的是 這個大紅袍花椒 相比一般的花椒 大紅袍香氣比較足 但是也比較貴一點 我買的這個是一兩六十塊 然後再準備芹菜 薑 蒜頭 全雞呢 這一隻是三台精 也就是1800公克 詳細的食材比例 影片下方有 那花椒烤全雞啊 要先浸泡在爐水裡 這個步驟除了讓雞肉入味 更重要的是 讓出爐的烤雞外焦裡嫩 零廚藝也不會輸給外面的餐廳喔 首先把香料倒進鍋子裡煸香 小火慢慢的炒 香氣就會出來了 聞到香氣 2000cc的水倒進來 乾辣椒 蒜頭 薑 芹菜也一起放進來 加入50公克的鹽 25公克的糖 開大火 把鹵水煮滾 滾了之後 轉小火煮3分鐘 3分鐘到了 關火 在旁邊放涼 趁這個時間 我們來做黑糖桂圓糕 今天用的Oster油切漆炸烤箱 它的設計就是一基底多台 可以滿足多變化的料理需求 有氣炸 烘烤 燒烤 對流加熱 烘焙五種功能 22公升的大容量 比一般氣炸鍋一次可以放入更多的食材 大容量的氣炸功能 絕對會升級你對氣炸料理的體驗 裡面還附了氣炸烤網 烤盤 移動式烤架 底部這邊還有一個可拆式的集謝盤 烤箱裡面是不沾塗層 方便清潔 用廚房紙巾 中性清潔劑就可以了 然後它有三道加熱管 上面下面各一道 第三道在烤箱的正上方 功能 溫度 時間 都是直覺式的旋鈕 操作起來很方便 黑糖桂圓膏用到的食材很容易取得 在超市都可以買得到 這一杯是乳酸菌飲料 它是用來浸泡桂圓的 一方面把桂圓軟化 一方面可以增加桂圓的風味 這邊的乳酸菌用了100cc 桂圓肉是100公克 用豆漿或牛奶代替也可以 這個至少要浸泡一個小時以上 讓桂圓變軟 如果可以的話提前一天浸泡會更好喔 接著打三個雞蛋 細砂糖跟黑糖各50克 過篩 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 再來麵粉150公克 泡打粉10公克也一起過篩 繼續攪拌 攪拌均勻以後 倒入100cc的食用油 把麵糊 把麵糊跟油確實混拌均勻 這個是我昨天先浸泡的桂圓 桂圓整個都泡軟了 用剪刀剪成小塊 2分之2倒進來 搭拌均勻 搭拌均勻以後 就可以舀到紙杯裡了 裝6分滿就可以了 裝6分滿就可以了 剩下的桂圓肉平均放進來 可以再撒上一些堅果 這樣就準備好了 烤箱已經預熱了180度10分鐘 現在放進來 用烘焙模式180度烤20分鐘 好漂亮喔 我很滿意 這樣黑糖桂圓糕就烤好了 放涼以後會更好吃喔 貼上裝飾 看起來是不是就更有黏味了呢 再來我們做烤雞 爐水已經涼透了 雞放進來 放到冰箱靜置隔夜 如果真的急著吃 至少也要泡4-5個小時以上喔 這樣才會入味 接著我們準備一些蔬菜 等等跟花椒雞一起烤 大部分都是刮果跟金類 比較耐烤的食材 切半個洋蔥鋪在烤盤底部 馬鈴薯滾刀切 馬鈴薯滾刀切 紅蘿蔔也是 櫛瓜不要切得太薄喔 玉米這個孩子們很愛 杏鮑菇會吸收雞油變得很好吃喔 再來準備50公克的無葉奶油 這個奶油要先放在室溫讓它軟化喔 加入1茶匙的花椒粉 1茶匙的食用油 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 好了放在旁邊 這隻雞是我昨天晚上泡的 到現在大概有20個小時了 戴上手套 把奶油均勻的塗抹在雞皮上面 除了烤色會漂亮 雞皮也會脆脆的喔 塗抹均勻了 就放到卡盤上面 拿一隻牙籤 把雞翅的地方頂開 剛才的盆子裡面還有一些奶油 蔬菜放進來和一和不要浪費了 蔬菜就圍在全雞的旁邊 這樣子就可以直接放進烤箱啦 烤箱呢 用對流加熱的模式 180度 60分鐘 超香的 你們看 這感覺是不是一點也不會輸給外面的餐廳 把蔬菜翻拌一下 把蔬菜翻拌一下 油油亮亮的 看起來就很棒 整個都在冒煙 烤色也很漂亮 今天的花椒烤全雞大成功 這個你們會喜歡嗎 今天我們吃烤雞 今天不要吃飯了 對 對 而且這個好香 我來把它 處理起來 好 我想要那隻腿 這隻喔 還有這個吃 我也不行 我不行 為什麼 一隻腿就已經很 我不知道怎麼下手 哇 他要脫離了 哇賽 我要氣 我的媽呀 冒煙耶 小心很燙喔 雞爪如何 Q嗎 那個 很香 很香喔 哇 你做到了 馬鈴薯好甜喔 我要來享用了 馬鈴薯好甜喔 嗯 你看 這個腿的顏色還是很粉嫩的顏色 嗯 這個腳太精華了吧 好像很姑婆 哈哈 你可以知道我要講什麼嗎 好經典喔 嗯 很難說出這個感覺 真的是 超好吃對不對 喔啊 整個很入味齁 連腿那麼厚的位置都入味了 好 那你覺得咧 我說吃人家有什麼麻味 你說吃人家更入味啊 嗯 去我吃掉舌頭就麻了 對啊 嗯 姐姐你這樣很像卡通人 在吃肉 嗯 誰 卡通人物 卡通人物就這樣 我兩隻少人 他們一隻少 老大你再吃點肉啊 我吃飽了 那你吃點桂圓糕 好 泡泡甜甜嗎 當然咯 當然啰